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8月1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好坏分明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马斗福音第13章第47至53节 耶稣说 天国又好像洒在海里的网 网罗各种的鱼 网一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捡好的放在器皿里 坏的扔在外面 在今世的终结时 也将如此 天使要出去 把二人由一人中分开 把他们扔在火窑里 在那里 要有哀号和窃齿 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们说 是的 他就对他们说 为此 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 就好像一个家主 从他的宝库里 提出新的 和旧的东西 耶稣 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 就从那里 就从那里走了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到市场买菜 到市场买菜 选好的 坏的不要买 买股票也一样 谁要增加自己的风险呢 谁要亏钱呢 谁要给自己增加麻烦呢 在实际生活上 我们很明智 但在人际关系上 我们就失去了理智 特别是跟亲人来往的时候 那人跟我的关系越亲近 人越会很无厘头地 对待这份关系 把坏的收起来 把好的扔在外面 比方说 要经营关系 重要就是要注意到 对方真正的需要 要用他需要的爱 去爱他 而不是用自己的期待 去要求他 很多夫妻之间 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会恶化 就是因为 我们很少会去真正注意到 对方的需要 恐惧 担心等 你和你的孩子 曾坐下好好的谈心吗 他愿意把心胸敞开给你看吗 还是害怕 让你失望 害怕如果这样做 你只会念他 好的放在器皿里 坏的扔在外面 谁能告诉我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呢 来跟主耶稣 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让他爱你 每天都爱你 注意他爱你的方式 也注意他 默默的爱 却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关系就是要从最小的细节开始 如果彼此都没有给彼此时间 就能看到那人 对你有多重要 不要再忙碌于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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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以为在爱对方 但其实 只是在爱你 以为你认识的对方 无论如何 要学会 好的 放在器皿里 坏的 扔在外面 不然 吃亏的是你 种下种子 听了今日的圣言后 圣神让你想到谁呢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 让我有灵活的爱 把大原则 运用在小细节里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从小细节开始 爱我们身边的亲人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我明天论